大家好,我是托尼 盘中的话,托尼加一期视频来分析一下大的形势 下一步怎么走,是触底反弹了吗?是要到四千点了吗? 还是先赞后看,盈利不断 托尼一再说,大家不要只见树木不见森林 那是只原身在此山中了 你在山里,你就看不到山,很容易迷失了方向 所以说呢,时不时的看大图 回到托尼的视频 托尼跟你讲,这是一个下行的通道 现在还没有变化,对吧 这个下行的通道,我们在一个大的下跌浪里面在走 这个浪也没有走完 这个浪里,它短期的出现了一个反弹 那是允许的呀 你不能不让人家,就算熊市也不让人家出反弹吧 所以说在日图上,Tony认为它还是在五浪的这么在走 我们再做一个中枢的一个整理 这个中枢就是这个盒子的底部是3583 上部大概是3800,打到3800,3810 短期就算今天,明天,它就应该去上探 这个盒子上原 3800,然后下来 因为它在盒子里面还要走一下 一般是下一下,上一下 12345 那明天的话 甚至今天晚上7指达到顶点了之后 达到3810了之后就会往下走 当然为了保险起见的话 我们还是要 就是说密切的关注它有没有突破这个盒子 它突破了盒子 如果是这样 好,刚才说的 Tony说的 它这个到了这个点之后 然后往下走 这是第一种走势 大概率的 Tony认为它就会这么走 当然小概率的走势 20%的走势呢 它有可能突破这个盒子顶端 突破盒子顶端 我们等它回踩的时候呢 就要止损 止损你新家的空单 然后呢 它可能会反弹到更高一线 到时候我们再看 我认为这种走势呢 是非常牛的 现在应该不支持这种走势 而且这个浪行现在不允许它这么走 它并不是说出现 要出现这么一个大的反弹浪 现在 好,退步吧 20%的可能性 对吧 也不能说不存在 如果这么走的话 那我们还是要控制好仓位 到时候适当的做多 在这里做加上多舱 短线的做多 长期做空 因为它到了这个 净线上部4000点左右 它还是会碰到净线被打下来 就是说这么下来 因为它整个的大下降的趋势通道 并没有破 如果它上趋势通道 你说能上4000点吗 那上4000点就重回牛市了 这基本是不可能的 现在的基本面没有支持 大家稍微了解一下 基本面就应该清楚的认识到 好,大的态势就是这样 然后呢 你看 咱们看一下短期了 这波拉升呢 确实呢 有点出乎意料 对吧 之前我们的浪行认为 它直接就下去了 没想到它反弹起来 做一个中枢 那既然是做了这么一个中枢 也并没有说改变 就是说比较大的方向的实质 它做完中枢之后 还是要下 要完成这个最后的这个一浪 四浪到五浪的一个下跌 最终的目标 我们还是打在这边 333 现在是333 好,你看托尼实时的在跟群里在讲 昨天晚上托尼就出了这个先前图 告诉大家 现在是这么一个走势 要做好准备 我们的仓位要做好 适应这个现在的情况 对吧 那大家的仓位各不相同 如果已经满仓了空仓了的话 就可以稍作对冲 或者是减硬30%的仓位 或者是呢 到了就躺赢 然后到了高位的话 也可以补空仓 高位就是3800以上 好 现在是在做一个小时 小级别的五浪的这么一个上涨 你看现在 现在的话 你要想短线做多的话 完全可以做多 短线啊 短线是日内的 然后等这波反弹到了3800就只赢 这个你要高手 然后做日内的多仓 总体来讲的话 它下方这边 有一个下方 还有一个很大的缺口 它是必然要来回补的 这是必然的 OK 下方的这个缺口 是要必然来下来的 就算它要大涨 假设 20%的概率 它要大涨 它必然要 先下了一浪 封了缺口之后 再涨回去 那时候为了稳妥起见 在下方可以减持 只赢做工的仓位 把仓位降下来 然后再看它的发展 我们来看一些个股 特斯拉 特斯拉 托尼之前分析了 他这波下降太厉害了 托尼认为他会有一定的反弹 托尼前面的视频是不是说了 托尼已经只赢了大部分仓位 然后这个地方呢 不建议就是说操作 要等它回调一下 我认为啊 它回调到多多少 我认为它能回调到240左右啊 到了这个地方可以做空 马上是因为有这个财报 就是说财报 还是等财报出来再说吧 明天出 就是明天了 出了财报了之后 你再做大操作 现在基本就是说 该止盈就止盈 然后不要做操作 不要这个 这个点位呢 也不要说 怎么做空 还是要等着财报出来 QQQ分析来讲的话 还是一个五浪的一个下降 所以说现在 尽管它有这么一个反弹到 托尼看到它到280附近 280.68 反弹到这儿就差不多了 然后见到了顶之后 就可以放心的往下做 做这个下一个波段的做空的波段 QQQ既然是这样呢 SQQQ就是反向的 对不对 SQQ我跟群友们说了 其实今天它这个缺口直接就先封住了 封住了缺口 但是还没完我认为 我认为还是五浪要下跌 所以说这个地方不要还不能咱们还不能庆祝啊 还不能庆祝太早 到了五浪的底点了之后 托尼给大概的点位 就是我调整了一下 然后大概的点位 所以我看到大概在47-48块钱左右 这只是一个 现在只是一个估计啊 为什么呢 这是根据浪行来走的 同时你看2SI的话 也是在从超买到超卖的这么一个行进过程中 我们要等这个到了底部 然后往上走的时候 这个地方才会是拐点的出现 也就是这个浪的最后一浪的底点 到那时候可以放心的 比较放心的抄底 RABD我认为不跟大盘 现在它在走这么一个下降的一个通道 下降通道整理是非常好的一个整理形态 是一个叙事爆发的一个形态 如果托尼不是如果的 就基本就是肯定了 从这里托尼已经是加了 加了RABD 这个非常这个便宜的价格 就是非常好的机会 你一定把握这个机会加仓 从这个地方加仓了之后 它到了这个上轨的上延了之后 直接突破 然后这个下降的整理是一个完全是一个叙事的过程 叙事过程 突破了这个境线之后 这是第二个买点 突破了境线 你看到它证实了之后 在二买的时候 你买也可以 这个地方点位 也是就是说比较确定性了 确定性就比较高了 风险就小 然后你在这买 为什么这就叫二买 他没有一买好 一买的不确定性的还是高一点 但是他点位低 对不对 就是说各有取舍 你可以都买 就是买一部分在这 买一部分在这 然后直接爆发 就奔图外的就去了 只托尼说过 他的未来的一个点位 32块钱以上 拿了时间长的话 甚至他是轻松翻倍 甚至几倍 SOXS早盘的抓抓抓是上去了 然后他表现是最好的 我建议大家到了这个上面的地方 还是要减仓 因为他还没完 我看到他的各种 各种信号的话 他应该是还没完 他还有一个 就说你要看那个SPX没完 对吧 SPX没有回调完毕的话 那他也就没完 把握住这个大方向 在这个地方是很好的 减仓的仓位 这时候你的 你的仓位的话 应该是有盈利 就算没有太大盈利 有一点浮亏 也没问题 减一减 然后到了第一位的时候 我们再把它加回来 在群里已经具体说了在怎么操作 然后具体的第一位在哪 对吧 这个地方呢 MACD呢 其实还行 因为这个地方好像是一个撑住的形态 并不是说还没有死差 据说这次动荡呢 就是这个美元造成的 通理具体也不知道原因 但是从这个美元指数 这个形态上来看的话 现在是在做一个三角的整理 现在他基本稳定住在这个三角形的区域之间了 然后四机会突破 大概率还是向上突破 所以说现在的话 大家呢 不要盲目操作 还是耐心的等待 他局势出现明朗 走势比较复杂呢 就要实时的分析 然后 这个操作上也就是 也比较复杂一点 不是说那么简单的 像原来你 Buy and Hold 买一下 然后就躺平就能 就就行的 所以说 如果大家需要操作上的 指导 还是欢迎大家加入 通理的群 通理群是收费的 还是会非常勿扰 HANDLE在每一个视频里都可以找 会员电报群在这里 打开这个more 然后就能看到更多 就是 我的HANDLE是 通理X1024 下方有个喷子 我来回一下 这个喷子 说3500点 还无脑做空 我也没说无脑做空 这个 还是看一下视频吧 还是不要见到一些不确定性和一些反弹就慌的一逼 千万不要慌 好 最后还是看完再赞 腰缠万怪 下方留言 只等数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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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们 隐瞇 ex 也 帅 走 点 咱helm 出品 两 电